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 本次呢我们说的是艾克六系列的新一款啊第三代的神卡 啊我呢小阮又与大家见面了 首先呢视频开始之前呢先要啰嗦几点 首先第一点呢三代神卡才升级了啥呢 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拷问可能你也比较犹豫 第一点呢升级的音质惯例升级音质啊你懂我意思就行了 第二点呢升级的功能增加了手机直播 也就是说自从你买了这块神卡艾克的新款之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去省下来一个手机直播转换器的这么一个手机升级转换器的一个钱啊 哈喽现在的话我录一下内容 然后呢我们手机直播的音质还有电脑录下来的这个音质 然后前后给你去做一个对比 现在已经开始录了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肖然然后呢现在所使用的声卡就是艾肯的 A5的MICU第三代 然后现在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测试手机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呢这就是一个加声效果的普通暗声 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测试加声混响 哈喽哈喽啊 现在的这个声音你听到的就是一个带了混响的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所使用的声卡就是艾肯的MICU的A5的三代声卡 然后这是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随便搞了一个带有混响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前后对比 然后让你去感受 现在已经开始录了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肖然 然后呢现在所使用的声卡就是艾肯的A5的MICU第三代 然后现在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测试手机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呢这就是一个加声效果的普通暗声 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测试加声混响 哈喽哈喽 现在的这个声音 你听到的就是一个带了混响的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所使用的声卡就是艾肯的MICU的A5的三代声卡 然后这是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随便搞了一个带有混响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前后对比 然后让你去感受 然后第三点呢更新了驱动 界面呢支持了中文 支持双语了鼓掌 这个界面呢就是现在艾肯更新的关于中文的相关的这个内容部分 但是呢优点是有了支持了中文 缺点呢也很明确字体小的一逼 希望艾肯在后续的改进当中能够更新出来啊 字体能够稍微大点的方便于我们这种老年人的所使用的情况 就是原来呢它是英文的 然后呢现在呢又更新了中文的语言 但是呢仍然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希望后续改进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升级了功能 增加了跳线的快照的一个功能 当然啊这个功能整的不错带劲 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针对我现在在使用的这款升卡啊 就是艾肯的MICU啊升级了一个接口乐器口 原来呢在最早最早第一代的艾肯初代的时候呢 是在MICU Solo上面是有话筒口和乐器口的 然后呢等到说等到第二代的时候 MICU VST的时候呢 那时候因为MICU的这个灰色的版本是没有 就是灰色的和白色的配色的这个的话 它是没有乐器口的 等到第三代的时候 两个一起一捏合 它就有了乐器接口鼓掌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 最后呢更换了中文的官网 然后呢艾肯呢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简单的来说一下 娱乐直播不用多说 喊卖唱歌不用多说 大众娱乐就比如说你玩个全面K歌呀 唱班呀之类的 这类的泛娱乐平台 或者是YY之类的这种平台 第四点需要内录 而且呢也需要比较灵活的信号流输入和输出 并且大整体啊 你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你要有预算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买RME了 对吧预算比较多的 然后网络电台 然后呢需要机架需要的效果的 然后呢自己呢还不会后期婚姻 且还需要一个过得去效果 其实还是老规矩就是你需要有效果所录 既所得的一个需求 第八点呢就是以上七点全都是用Windows完成 如果说你要是用苹果的话 那么呢这块生卡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功能了 更新的内容 艾肯的以前的官网 咱们在上期的讲艾肯的视频里边也已经说过了 艾肯的预打电子啊 这是这个官网 新官网呢就是艾肯proaudio.com.cn啊 以后如果说大家有下载艾肯的驱动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下载 然后呢咱们今天来说关于快照的这个跳线盘的第一个应用啊 首先跟你说一下就是关于跳线盘的一个使用 下面呢我们调出它的跳线盘功能 好了现在的话如你所见啊 下面这就是它的一个跳线盘功能 然后呢现在我并没有在上面做任何的跳线 对吧假设如果说你想说保存两个跳线随便点两个 现在我随便瞎点呢 当然不是按照规矩点的就有点瞎点的 点了四个对吧 比如说我保存到快照一的话 然后呢那我的快照二的话呢 假设我的快照我的快照二的话 我如果说我要是说想要去做一个快照二的话 比如说我还是瞎点啊 还是老规矩瞎点两个保存成这样对吧 保存的方式呢就是退出 退出它的这个驱动了之后呢 我们下次再点进来的时候 我下次这是我第二次又点进来的时候 快照一的话就是这四个瞎点的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快照 然后呢这四个呢是我第二个快照 一共呢给你提供了六种的快照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去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比如说我这个这个快照是保存成为唱歌的 这个快照我保存成为是说话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做好相应的预制 以供你更加的一个方便的一个使用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关于更新跳线盘 那个快照的一个使用 下面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关于爱肯小喇叭的一个设置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小喇叭播放还有录制的这个部分 蓝色的这个区域呢 HW全称叫做hardwire 代表的是硬件输出 对应的是声卡上的耳机或者是音箱的一个输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通道 HW开头的都是给我们的声卡的耳机或者是音箱 这样的一个硬件的一个输出 黄色呢代表的是虚拟输出 对应的是音频播放器的一个输出 比如说是我们的酷狗玩意音乐 或者是等其他的一些 你想要指定特定播放通道的一些播放器的一些软件 或者是输入到ASIO 或者是声卡驱动跳线盘里边的一个输出 代表的是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我播放了一首酷狗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歌曲 比如说我现在我酷狗来播放歌曲 或者是我的网易云的播放歌曲 那么我如果说想去通过跳线盘去传出的话 那么我的播放器里边的指令的通道 就要是你黄色的区域 这个具体的通道你可以自行安排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了 一共有这么多内容的 当然你也可以是有不同的播放器分配不同的信号 当然这是给你自己控制的权利 对吧 所以说两个代表的是不同的内容 HW开头的对应的都是硬件输出 对应的是你声卡上面能够实实在在摸得着 找得见的这个输出的一个接口 代表的是这边的一个输出 然后黄色的区域呢 代表的是你要去进行分配 或者是加载到其他的你的DAW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或者是你的相关的跳线盘里边 你要去做效果的这么一个输出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录制的这个部分呢 简单的也来说一下 还是老规矩 HW代表的是硬件输入 简单的来讲 你常见的硬件输入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是麦克风输入 那就是你麦克风最最出的这个原始的这个信号 当然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啊 就是直接你是打好了驱动 没有任何效果 只要是把通道设定这个 那你的话筒输出就应该是能够传输出去了 但是你买的声卡 这块声卡的意义在哪呢 你想要去K歌 你想要去唱歌 你想要去玩全民 对吧 或者是你想要去娱乐 或者说你想要去直播 对吧 那么你直播的时候呢 你不仅要把你的说话的这个信号要传输出去 还要把你的带有音乐的 或者是带有你说话的这个效果的声音 加上我们调试了这个效果的这个声音 要传输出去 那么就需要借助其他的黄色区域的 因为这个通道不仅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分配进来 还能够经过我们的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上面的一个分配 就是DAW的分配之后呢 把我们带有效果带有音乐的声音传输出去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爱肯他的挑线盘上面的一个情况 横轴呢 代表着输入 这里呢 是有麦克风信号 声卡呢 乐器接口的一个信号 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如果说你要是用挑线盘的话 如果说你想把你的话筒信号的就是最原始的这个信号给他输出出去的话 那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说话的话 蓝色的这个区域的话 他就会应该是会有跳动的 可以去给你看一下 比如这里 我们现在点开了他的这个挑线盘上面的这个驱动 对吧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区域呢 对代表着我的输入的这个信号的一个输入 因为我现在的话已经插在了话 插上了我的话筒 我的话筒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hardware input上面 就是这个硬件的输入上面 就能够去找到了 也就是说第一个口对应着的是我的麦克风 刚才呢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软件的效果 就是调试过后的这个效果的说话的这个声音 已经给他关闭掉了 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声卡输入的最原始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麦克风直接就没有经过任何的声音的处理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我要去点亮这四个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他输入的这个信号呢 是单声道的 也就是说只有这第一号口 只有这一是有声音的 因为二是他的乐器输入 就是之前跟你说过了 爱恨已经升级了乐器输入 所以二的这个通道呢 被分配给了我们的这个乐器型号 但是呢 我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我左右的左右的耳朵都听到我自己的说话声音 对吧 我自己的左右的两个耳朵都听到了我自己的说话的声音的话 你看他对应的对应的再往下对应的话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蓝色的区域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代表着的是你的这个硬件输出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在声卡上面明明确确指定的找到相对应的这个通道 对吧 那么呢 所以说呢 我的这个蓝色的这蓝色的这个区域 注意看这个蓝色的区域 对应的这个这个hardware auto out的话 代表着的是我的耳机和我的音箱的相对应的这个硬件输出 假设如果说我不想 VC out一二对应的是我现在录屏软件 给你们听到的 或者是我自己的 我我自己的 比如说我要玩YY啊 或者是我要是做效果呀 效果的输出 我现在我给的是VC out一二 假设如果说 我现在要把这两个点灭掉 那你就听不到他的说话 对吧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在说话 然后这个呢 你就听不到 所以说呢 这里的VC out 还有VSC 这些这四个的话是对应的 像对应经过挑线盘 或者是经过我们的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就DAW当中的输出带有效果的声音 当然现在我是直通的 并没有效果 我们的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横向分别着对应的是播放器的一个输入信号 就是我们小喇叭的那个部分 纵向代表着你的播放器指定的带效果 或者是带有内陆的输出的信号 说白了 就是俗称的 我们的这个带有效果的 就是你俗称的这个机架 或者是调好的这个效果的这个声音的一个输出的声音 最后它是转移到我们的这个WDM 也就是我们如果说你不懂WDM的话 那你就知道它是对应着的是你的小喇叭那边 横向这边对应着的是你小喇叭的播放的部分 当然是VSC开头的 也就是说或者是VC开头的 代表的是Virtual Channel的全程 对吧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VSC部分 也就是说播放 对应的是你指定 如果说你是实际应用场景 是直播的场景的话 那你的绿色的这个部分 横向的对应着的是你的播放器指定的这个声音 然后呢 绿色的这个部分呢 对应着的就是我们带有效果 或者是带有我们经过调试后的这个声音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最后的这个红色的这个loopback的部分 这是行走在ASIO当中跨越两界的通道 如果呢 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借用跳线盘去使用 这个只有在你的ASIO当中 或者是只有在你的跳线盘当中 就是爱肯自带的这个跳线盘的部分去使用 在我们的这个小喇叭的这个部分 是看不到这个通道 因为这个部分并不对应着我们小喇叭的通道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感觉到原理物理 那么简单的来说一下我的设置吧 然后现在呢 我把我的这个通道给它调出来 对吧 我现在我把我的通道给你拉出来看一下 播放的部分呢 现在的话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必须需要的是我的网页的声音 或者是我的耳机的声音 不走那路的情况下的话 走的就是这个通道 下面来说一下这个部分的一个我的设置啊 关于这个 MUV HW12呢 分配给了我的网页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声音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声音呢 给的就是HW 它呢不会去传输出去 它呢只有我自己的耳机去听到 然后呢 录制的部分呢 我默认的话就是给的MUV HW12通道 是给我的啊 录屏软件呢 或者是给你们 或者是给别人去听到啊 我带效果的这个声音 可能呢 你看到了这里呢 会觉得有点糊涂了啊 已经说哇 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我听不懂啊 宝宝做不到啊 对吧 那你可能如果对前面的概念并没有理解的很好 有没有一种更加简洁的表达方式 能够让你直观易懂的 下面呢 我就做了一张这样的一个图 它的声音呢 会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 呃 这个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级别的声音 也就是说你只想直接传输到耳机 你不想去分配给别人 也就是说 你不想去传输给别人的一个声音 第二个呢 代表着的是我们的这个音乐 播放的 或者是我们播放器的声音 我们在直播 或者是我们唱歌的时候 想要去分享给别人的一段声音 对吧 第三个呢 就是麦克风的声音 第三个图代表的是麦克风声音 这个呢 是基于ASL协议的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就是我们俗称的 你们叫做机架的东西 学名叫做DW 也可以叫做DOW 那么我的DOW呢 想要去加上我的效果 然后把我的音乐一起分配给我的耳机 还有除了耳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对吧 耳机这就很好说了吧 耳机或者是音箱 最后呢 这个部分呢 就输出给了YY等其他流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录音机 也就俗称是直播出去带效果的声音 那么它的信号流是怎样的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我的网页 或者是我的系统的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呢 就直接传输给了耳机 它是不会传输给了别人 然后呢 这个你的音乐播放器的这个声音呢 经过了它ASL的分配 分配给了我们耳机 是作为一个部分 另外的一个输出呢 是分配给了我们的这个流媒体平台 也就是俗称的 你在使用的这个平台 比如说你是YY呀 那就是YY 如果说你要是使用录音机 那就是你的录音机 或者说你相对应的这个 其他直播平台 然后呢 麦克风的话 信号经过在这个中间的这个 调音台里边 加上了我们的相对应的这个 插件或者是效果 假设如果说你前面的那个部分 没有听懂 关于跳线盘的原理 你并没有听懂的话 那么下面我们的实践的部分 那你就可能需要去 好好去听一下了 实现的一个原理呢 那就是这样 因为是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原理 所以说我的默认的这个设置 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播放通道设置给了HW12 也就是说这个通道对应着的我的耳机 如果说我想去直接听到没有效果的声音 我可以去通过我的跳线盘去实现 如果说我想通听到有效果的声音 那么我就把我的跳线盘清掉 对吧 那就是他就不会去听到没有效果的声音了 对吧 当然你跳线盘得做特定的这个跳线啊 你要是说没有跳线做好 那他就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吧 当然我们的这个网页啊 网页里边的声音 或者是你再去看爱奇艺 优酷等这些视频的声音 也是需要去设置到这个的 这个通道呢 它是可以不通过任何的软件 它是直接会对应着你生卡的 相对应的一个硬件输出口 然后剩下的这个通道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播放器 或者是你在你的DAW当中去进行相对应的这个分配 然后呢 我的输出的部分呢 就是这样 因为我要把我带有效果的声音传输给你们 或者是传输给其他的人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假设跳线盘的原理 你并不是很懂的话 那么下面我以一个实力给你演示一下 你就会懂了 现在的话 我已经点开了我的这个跳线盘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也点开了我的网易云 然后呢 网易云去进行相对应的这个播放设置 设置的话 那么我如果说 我想去把我的播放器指定到特定通道 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过的这个小喇叭的这个事情了吗 小喇叭的话 我的设定是那个一二的这个通道 指定的是我的相对应的这个播放 对吧 然后我现在要放歌 看到了吧 这个一二通道对应的横向的这个一二通道 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右下角小喇叭的这个播放 假设我如果说 我想说是单纯的去把这个声音去给你们听到 不用我的这个其他的实现手段的话 我现在要把我其他的实现手段去静音掉 然后现在通过挑线盘给你去实现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声音呢 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声音 因为我需要去用挑线盘实现 我已经把我的效果关掉了 对吧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通道就是这样 你能够听到这边两个通道对应的是我的耳机 这边两个通道呢 对应的是内陆的这个录屏软件的这个捕捉 然后假设如果说我想自己听到音乐 我点亮这两个 就能够自己听到了 如果说我想给你听 就点亮这两个吧 然后如果说我想只给你听 我自己不听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现方式 对吧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现原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是以不用挑线盘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在你的网络K歌软件当中 也就是俗称的 刚才跟你讲过的那个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当中 该如何去实现 挑线盘呢 我得先留在这 因为呢 一会儿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个东西退掉 然后呢 我们还是以老生常谈的这个MICU为例啊 首先点开音频系统设置 设置到我们的MacU 因为你得挂载到这块生卡的ASIO上面 然后新建一个多位工程吧 然后就是两个音轨 对吧 因为一个伴奏一个说话 这就足够了 然后现在呢 如果说我想要去把我的这个通道去分配 把伴奏引进来的话 如果说我想把我的伴奏引进来的话 那么我就首先先要去把伴奏通道设定好 然后现在的话 你看到了吧 我在播放伴奏的时候 这边它就已经有跳动了 但是我光把输出啊 输出还得还需要去进行设定 这还不够 因为我现在有录屏软件捕捉设定的这个通道 是VCOUT12 也就是说这个通道对应着的是录屏软件的捕捉 你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 然后这个呢 对应的是我自己耳机 把这两个设定好相对应的通道之后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我把跳线盘退掉 直接退出 OK啊 这边选择到单声道 然后现在你可以发现 这是我说话进来的这个声音 然后还是老规矩 没有经过任何的插件的处理的这么样的一个声音 然后现在如果我去播放音乐 按道理来讲是正常的能够输出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输出 假设如果说为了验证 它不是硬件的通道 它是可以加载效果的 那么我还是以老规矩 加载一个混响去给你做实验 然后呢 你听到有混响就行了 你就不要追求混响的质量了 喂 所以说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有混响的 然后这个混响的效果虽然说不打地 是吧 当然我也没调啊 没调嘛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输出 然后就你就可以去满足了你的网络K歌 好了 嗯 水也喝干了 话也说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不要忘记 如果能有一个素质三连 就更好了 好了 拜拜